香港网友发起9号起 一连三日万人接机行动 越万港人穿黑衣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的接机大厅和平静坐 促请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 示威者高举反送中良知谐音的贩送中良知牌子 还有人自发成为连农人 让人在他身上贴满写有抗争字句的便利贴 用各种方式表达诉求 并向国际游客说明港人上街示威旅游 还有新加坡旅客表示 虽然政府向香港发出旅游警示 但他认为港人示威不是针对旅客和市民坚持赴港 不少国外旅客表态支持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行业 也会显示所有的旅游客 我们是国家的爱情 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需求 静坐人超入夜后仍持续不散 机场为避免混乱 仅容许持有效机票或24小时内离港分机券的离境旅客 才能进入离境大厅 国陆委会则提醒国人赴港前先留意相关报导 以免影响行程和安全 尽管港人万人接机展现高度自治与和平 但港府和北京的态度依然强硬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号召开记者会 重申不认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外 也不可能对被捕的示威者撤告 我并不认为我们只能做出选择 以阻止犯犯罪者 相对于往日我们处理过的沙士 引来的经济下行 以至金融的风暴 恐怕今次的情况是更加严重 换句话说 经济的复原 将会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 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9号公开强调 贯彻一国两制与邪恶分裂势力做斗争 恫吓意味十足 大陆中心最好外电报道 苹果新闻网推出六平彩 每周四晚上八点在苹果台直播开奖 周周送三十万奖金 活动谨慎升级会员参加 每周五早上十点到各周四晚上七点可选号 一到三三号认识六个数字 苹果将由电脑随机从移选号码组合中调出一组 保证周周送出三十万 来玩六平彩周周发大财 中文字幕提供